好 昨天我们放学前硬硬要讲这个东西是讲 dy by dx 在 图上面的意思哦 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dy by dx 其实就是邪律 只是他针对的对象比较长是 曲线不是直线 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 dy by dx 在图上面的意义的时候 其实要跟大家讲的东西是 他和我们之前学的直线的概念是相同的 正的dy by dx 他同样会导向右边 负的dy by dx 他同样会导向左边 零的时候就是平的 然后这边还要跟大家讲多一件事情 就是正的意义跟负的意义 这是之前在教你邪律的时候没有讲的 如果今天dy by dx 大于零了 像这边 这里的dy by dx 是正的 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是 x 在增加的时候 y 在增加 镜头向上指的是increasing 增加 啊 为什么意思就是讲哦 今天你的斜率是倒向右边的吗 所以是长这样的 当我的点从这边哦 慢慢慢慢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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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的时候哦 从这个底下的点走到上面的点的时候 他的x 是在增加的 因为x 轴重负的变正了嘛 慢慢从左边走到右边是增加 同时y 也在增加 所以这里要表达的东西是 当dy by dx 大过零的时候 x 增加 y 增加 y 也从负的地方跑到正的地方 就从底下跑去上面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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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哦 左手边的地方啊 当200dx 负了 快当200dx 是负的 是小月灵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邪率长这样 可以掉下来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 考虑从这个点慢慢慢慢走过来的时候哦 你会发现啊 他的x 同样在增加 因为从左边去右边嘛 x 同样在增加 但是他的y 坐标是在减少的 所以 dy by dx 小于0的时候 我们会有 x 增加 y 减少 同样哦 如果同学不知道哦 该同学如果不知道我在讲的东西的内容是什么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画坐标轴 然后你理解一下我在讲的东西哦 是这样子的 我来讲的东西是 如果今天有一条正的斜率的话 我从这里这个点到这里这个点哦 你自己随便标两个合理的点啊 打个比方这边是22哦 这样这边的点合理的情况下 他应该要是比2大也比2大嘛 所以他可能是34哦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你的限降借起来的时候 你的x 从2变3 这样还是增加哦 你的y 从2变4 这样还是增加 所以这里要教大家的东西是 当斜率为正的时候 x 增加y 增加 OK 斜率为负的时候 假设我用左边这两个点 其实你画哪里都可以啊 重点是他要负的斜率哦 如果今天是这两个点的话 同样必须要合理的话 这里可能是 负7 4 这里可能是负1 1 你会发现你的x 坐标还是在增加 因为从负7到负1是增加吗 可以从负7到负1是增加 可是你的y坐标从4变成1哦 从4变成1就是减少 所以负的斜率代表的事情是x在增加的时候y在减少 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内容 其实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东西哦 呃增加跟减少的部分 然后 要补充的一点是 我们一定是先考虑x增加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对x为分的 所以我们永远都假定好x都是从左边到右边 从左边到右边从左边到右边从左边到右边 我们假定x从左边到右边的情况下 我们去看y的改变 所以如果今天x是增加的情况下 y跟着增加我们就会讲他的dx大过0哦 如果今天x在从左边往右边走的过前面x在增加 但是y却在减少了 这样我们就会讲他dx小于0哦 他往下掉吗 最后0了这个就不用特别解释啊 如果今天你的x从左边到右边的时候 你的x坐标正在增加 你的x坐标正在增加 可是你的y坐标没有增加吗 他在同一条平的水平线上面的话 他的y坐标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今天如果是这样子的一条狠线 假扎叫做y等于4啊 可以假扎叫做y等于4啊 从左边这点可能是-2 4 到右边这个点是1 4 所以你会发现从-2到1 他的x坐标在增加 可是他的y坐标一点增加都没有 所以他的血率是0哦 他没有任何增加的部分 直线的概念相同哦 如果今天是前直线的话 代表x都还没有开始走 y已经走到乱了 因为x你从底下这个点到上面这个点的时候 你的x坐标是没有改变的 可是你的y坐标一点改变了 所以这样子的直线 我们斜率叫无限大 原因是这样 我们是从x的增加去看y的改变量 如果x增加y也跟着一起正向的增加的话 这样他就是-dx大于0 如果x增加y却是反向的减少的话 这样他就是小于0 如果x增加y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话 这样他的斜率等于0 所以这是要在这里要教大家的这个部分 对然后你提完这些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要学来什么啊 因为这个比较偏向概念跟实战用 就是看到题目的时候 你才会大概理解我们这边讲的部分是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进一点题目 让你知道一下我们在学什么 然后我要跟你讲 我要砍掉一题立题啊 不然我们真的会教不完呢 不是开玩笑啊 真的会教不完 会出事情啊 所以第一 第一 第一几啊 第八题我要砍掉哈 好 然后砍掉哈 就会造成后面的顺序不对哦 所以我也不懂要怎样啊 呃 当你不懂要怎样的时候 就把责任 呃 怪给学生哦 最好用了吗 学生的错 学生的错 学生都和老师教不完之类的 所以呃 你可以选择直接写example part 然后你后面写老师跳过 或者你不要写example part 你后面的全部自己改成example part 然后example 9到顺序 就全部后面都要减1哦 你自己决定啊 我交给你决定哦 我不干涉 你就你就想这样做就想做 你要写example part 老师跳过也可以 你不要写example part 你要把底下这一题再改成example part 再往下做也可以 我都接受 可以两种都可以 好啊 来我们进今天的第一个例题 这个 5a的第八题拿出来变成 很立体 然后我后面加多一句话 就原本你的课本是没有这句话的 好 哎我问你们哦 你们可以在 睡觉有地方吃东西的啊 我不可以耶 大学以后 大学可以啊 那都不是我家吗 而且大学的时候没有变耶 那地方就是 同时会做很多事情的地方 不可以耶 然后睡前一定会冲凉耶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家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不干净的 但是我床不可以 太重要啊 那个地方 他承载我所有的压力耶 厕所也是啊 哈哈 啊那有不懂我看什么一个FB的文章 讲什么 要把大便有美化啊 然后 然后我看到最美的是什么啊 呃 在白色的等待中 我遗落了一部分的自己 哇 超级实行画意耶 我今天杀掉 白色指的是厕所是白色的嘛 然后等待指的是你要等哦 然后我遗落下一部分的自己 太帅了吧 我的天啊 来 嗯 find the gradient of the curve FY等于1-2X1加X at the point where it cuts the x is 他要你找规定 然后这是一条曲线 所以找规定的时候一定会需要 一定会需要 哎 点 因为他是曲线吗 所以曲线的斜率我们一定会做Dyol by Dx 然后Dyol by Dx 出来一定会有X哦 我们要知道他确切的规定的话 我要知道是哪一个点吗 所以这里讲的东西是 他要你找的斜率的点是他欠 所以我们要去找这个曲线 他和XO的焦点哦 所以我们要去找这个曲线 来同学他和XO焦点怎样找哦 看谁没有问过 情号 情号他和XO焦点要怎样找哦 呃 连力啊 连力这样还要跟谁连力 XO的话是怎样连力 跟那个Curve啊 对 XO叫什么 XO叫X等于Y等于0 很好Y等于0 可以随便解连力 OK 这个不要展开直接做 因为他弄好好给你哦 就是 不用做 就是不用做的感觉啊 因为你还没有你弄好吗 所以第一次第二次啊 1等于2 所以1-2x 然后1加x等于0哦 我就可以知道他和XO 切到的点是哪一个哦 OK啊 所以1-2x等于0 x等于2分之1哦 1加x等于0 x等于-1 Curve你就会有他点哦 他点是2分之10 太小哥了哈 可以放大了吗 可以放大了吗 没有这样大我可以啊 好 所以1-2分之10跟-10 2个点啊 哦现在我们要去找这2个点的斜率哦 因为题目讲要啊 这2个点的斜率 这样我们要去找斜率 Y等于1-2x 1加x 哦 请你不要直接微分啊 我没有教过你这个东西的微分啊 把它展开 快把它展开啊 快把它展开啊 可以展开完之后 应该会是1-2x 1-2x0 对吗 有这个答案吗 好来 问微分 军阳 27 微分 加本跌是多少啊 克星 这有the 这是3x-4x 4x-1 maint 可以解决 来我看一下我算出来的答案喔 OK 好来我们知道著斜率降较之后 occasionally 这个的是 曲线的斜率嘛 这个我收到 是gradient of curve 啊 哎 因为他是gradient of curve 所以他一定会有位置数的 因为我们要把点带进去才知道 那个点的写率吗 整条曲线上面的写率都不一样了 好 所以我们带进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when x 等于1 2 好就写 add point add 1 2 0 dy by dx 等于 负1-4 x 1 2 喂你也可以写那个啊 这边你也可以写m啊 我也会给对 就你可以写m也可以写d by dx 因为m就是斜率吗 所以概念是一样的 ok 啊 然后前面这个 add 1 2 0也是哦 你要用任何表达都可以哎 你写when x 等于1 2 所以d by dx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我也是会给对 最重要是要有写啊 你不要都不写就接触答案了 我一定看不懂哎 你前面要至少跟我讲 你正在做哪一个点啊 你正在做什么事 这样子 所以后面这边我们就会有 -1 -4 x 1 所以-1-2 x 3 好然后第二个点是-1 0啊 所以-1 0的时候 我的斜率就会是-1-4 x 1 所以是闪 到这边都ok吗 底部问的问题是要你找这条曲线的斜率 哎还要你找斜率他一定要跟你讲在哪里找斜率吗 哎他的在哪里哦 指的是这条曲线和XO相会的点 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先把这条曲线和XO相会的点 分别是1 0跟-1 0拿出来 给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是他们教他跟XO切到的点 然后 这两个点要带去找斜率哦 所以要带去找斜率 我们需要把题目给的曲线做微分 所以微分完之后得到-1-4 x 所以-1-4 x 带进去两个点之后 得到的斜率分别是-3 跟-3 可以到这边 最后一个步骤题目要求 hence sketch the curve roughly sketch 指的是描绘 curve 是曲线哦 roughly 就是粗糙的 粗糙的就是随便画的意思啊 我的天啊 好 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句话 XO 首先哦 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我们懂他这个曲线哦 他和XO交汇的点分别是-1 0跟1 0 所以-1 0的话 哎 如果我们-1在这边 这样一直在这边哦 -1 0的话就在这边哦 正正的话 在这个点上 所以他一定要经过这个点啊 然后-1 0也是要经过 所以在这边 好哎 这样我们到底要讲去画这个图哎 好 讲去画这个图啊 你看啊 2 0哦 可以在这个点吗 2 0啊 这是2 0啊 2 0 这个是-1 0 这个是-1 0 2 0 这个点上面 曲线的斜率是-3 -3是导向左边 所以你的图就会长这样哦 等一下 我用这个 像这样 -1 0哦 你的斜率是正3 所以他会倒向右边哦 大概就这样哦 从这两个点哦 我就可以知道图长什么样了哎 这样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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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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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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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然后题目要我们找这两个点的斜率吗 所以我找到左边的点的斜率是正的 右边的点的斜率是负的 这样正的斜率就一定要导向右边哦 负的斜率要导向左边吗 这样我这两个点的斜率已经被固定的情况下 这条曲线只能长这样啊 他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啊 他是一个这样子的斜率哎 你不能跟我讲他长这样了吗 不是很奇怪 到底是什么图形哦 我没有学过这样了啦 ok 所以正常来讲 就会一定是一个倒过来的抛物线哦 这样子的一个图 对 还是你们 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啊 我已经感受到了 你们 你们不相信我哎 1-2x 1-1 诶 长这样 哦 我用98画图之后的同学点头哎 我以为是不是他刚真的是不相信我的 他就只哦 原来真的是这样哎 我的天啊 什么状况 这样 这点是-1吗 刚好是讲的-1是这个点 2分之1是这个点 因为0.4 0.6啊 0.5在中间 所以-1的斜率是这样子倒过来的 真 震的斜率是这边 诶 诶 震的斜率是这边 负的斜率在这边 我看 好啊 跳过去啊 下一条 老师那个最高点 我们要怎么找 不用找啊 都没有给 哦 就大概大概发 对对对 我会教你怎样找 但是这边 因为他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直讯嘛 我们就真的 roughly 画给他哦 OK啊 但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代表你 你想要那个图是准一点的 那我不介意这样 好来这题 这题我们就可以啊 诶 这题我们就可以真的 像刚才 晨晴问的就是 呃 我想要知道最高点的话怎么办之类的 好 这题好像也是喜提哦 忘记彪他的出处啊 就是还是蹦 舞蹈第几题啊 很后面的吧 诶同学舞蹈可以做哦 不影响你哦 这礼拜前就要一样 就是现在我们学的东西 不影响你做 应该都没有问题哦 诶问题就来问我哦 OK啊 你不会就来问我啊 我目前为止 都不会有上课讨 喜提的环节哦 没有那个时间啊 遇到不会的时候就来问哦 会上课讨论的 喜提大概在七席啊 这次喜考没有啊 其实是大家 是大家理科作业 一个最难的喜提 你以为是M2对不对 不是 M2根本称不上是难的喜提啊 七席才是 七席过了之后下一次是 M15 就是第15章的总副习题 对原来一份要做完的 30题 分三分角 会有M15A M15B M15C 这样 嗯 然后那个过了之后 下一个最难的是17C 就这几分难的不知道啊 你以为2跟3是难的 没有一点都撑不上 来第七题 OK OK 嗯 Y等于X平方-3A-4 我还要你找D200DX哦 所以我们先找D200DX 运0 D200DX是多少 D900DX D300DX D300DX 2x-3 可以哦 所以这是微分的结果 我也接下去哦 他讲他要你 Determine the value of x for which dy by dx is positive 所以 dy by dx is positive 的话 表示他要正的 这样我们就要去做 dy by dx 大于零哦 ok啊 不等式 所以2x-3大于零啊 这不算难啦 这不算难啦 难得被我砍掉啊 下一题 所以x大于三分之三 ok啊 好 比小题 dy by dx 小于零 2x-3小于零 x小于二分之三 好 哎 哎 解释一下啊哎哎哎小题讲是positive啊 所以我才做大于零哦 正的数字一定大于零吗 然后不可以等于零哦 因为他要求是正的嘛 所以这个 positive 是大于0啊 然后 b 小提示要做 negative 吗 所以 b 小提示要做小于0哦 ok 在大于0跟小于0 其实我们找到的答案是一样的啦 都是属于三分之三 代表三分之三这条线哦 可以 x 等于三分之三这里啊 会把我的曲线分两边 会把我的曲线分两边 所以就要最后题目 还是要求我去把图画出来的时候 我去画画就会长这样哦 等一下啊 先画周标周啊 他们教会的点价二分之三 代表当 x 等于二分之三的时候 可以当 x 等于二分之三的时候 我的曲线会被分成两边 因为 x 等于二分之三哦 x 等于二分之三在这边嘛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 y 桌标哦 所以我们去算一下他的 y 桌标是多少哦 所以当 x 等于二分之三的时候 他的 y 桌标是多少哦 二分之三的平方 减三乘二分之三减四 按下计算器 cific出着 跑光字出现 不开光字出现 0 0 哦 這樣美咩 不是戴這個咧 戴這個吧 戴 戴 戴曲線咧 你戴 你戴血率應該是0 沒有錯 對 因為他是最低點 對 我要戴曲線的結果 還是0 應該不死了吧 -25 好 我們放出先來 看同學ok嗎 同學有找到這個嗎 這樣這是-6欸 有嗎 其他同學有找到這個答案嗎 有okok好 點頭就可以了我就看他倒了 好啊 這樣我們的Y座標在-25 所以3分3堆到-25 我們阿嘎阿嘎話 2分3 -25 ok 同學 在這個點哦 在這個點之後阿 就這邊阿 這裡的數字是比2分3大的對嗎 這邊的數字是2 2 3 4嘛 他比2分3大阿 比2分3還要大的數字邪率是正的 正的邪率是這樣 所以是這樣 所以他的圖 所以他的圖阿 會長這樣 2分3左邊的數字是1阿0阿-1阿-1阿這些數字 他們都比2分3小 他是負的 所以長這樣 我去畫圖哦 用寫綠畫圖 題目的A小提問我們哦 什麼樣的X DYX是正的 我們找到 只要X大過2分3 斜率就是正的 所以當2分3這個點出來的時候 然後比2分3大的數字 也就是2分3的右手邊 全部的點 他的斜率都必須是正的 這邊的斜率全部都是正的 欸像這樣 全部都是正的斜率 比2分3小的數字 斜率全部都是負的 所以他在他的左邊哦 斜率是負的 塑膠 這題就這樣 也有東西要問嗎 好 沒有了 О跳過去啊 好哦 沒想到的話再問我也不要緊 來 第八跳過去好我們不要做這一題 這題的題目整題都跟第七題類似啦 過程也是 但是還是三次方 所以你做完之後 你再找Positive跟Negative的時候 你會遇到二次方的不等事 初衷是沒有學過 所以就不要了 砍掉砍掉 而且我去偷看錫音老師的 上課video還沒有教這一題 不要講不要講不要講 大家都不要講 好跳過去 第九 對第九題過後就是大家習慣的那個畫面 來看一下 嘿 嘿 嘿是大家熟悉的畫面 對 然後這一張只有兩分習題喔 反正我還沒有做下一張的PPT 因為上次做的時候電腦HANGI 我覺得第六張被詛咒喔 我不敢點開那個文件 對 我去看 走得到 在這裡 太聰明了 哪一張 您 真的 走得到 怎麼 加油 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hat is the gradient of a curve y 等于 x 加 x 分之1 at the point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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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1 所以它要我们找这个曲线它的斜率 我会给你点哦给你点是2 2 2 2分之1 然后要你找它的斜率 Prove that there is another point on the curve where the tangent is parallel to that at the point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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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1 and find its coordinates 先不要管第二句话哦 我们先处理完第一句话就好 第一句话讲的东西是 问你这条曲线在这个点上面的斜率 所以我们就对它做微分 然后带入点就好哦 ok 啊对它做微分然后带入点就好 所以y 叫做 x 加 x 分之1 写成指数是 x 加 x 的 负1 次方 我们去做微分 我再做完微分的结果之后哦 我们会有两个等于的啦 我再做完微分的结果之后我们带点哦 可以懒多一点不要写 point 哦 直接写 add 那个点 ad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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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1 规定会等于这样子 或者你写d200dx也可以 你写m也可以 怎样都可以啊 d200dx 我就带进去哦找到一个数字 可以这样就好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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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这样哦哎没有开到 好就这样哦 可以跟你讲怎样做 你就把这个找出来 然后半部分我们也来讨论哦 明天我们有两节课 可以痛苦的两节课 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哦 谢谢大家